这个动物园呢 他在这个大门进来是不需要这个门票的 只需要这个预约一下 但是呢 他这里猛售区 是需要单独购票 这是10元钱 我已经购完了票 在这里呢 乘坐大巴车去前往虎区 现在呢 是已经上来大巴车 正在前往虎区 哇 在对面呢 有狼 狼 现在呢 是已经过了好几道这个铁门 我们在中头是这个不下车的 在这个小山坡之上呢 他这里有熊 哇 是黑熊啊 我们看到呢 是三头黑熊 哇 这一头熊呢 比较大一些 在这个树底下 哇 看到两头熊 现在呢 又开始过前面这道铁门 他这里铁门的是非常多 前面呢 有这个白虎 这里也发现老虎 现在呢 我们是在里面钻了一圈 然后 现在是出来了 它里面这个动物状态呢 是散一样 不是在笼子里 所以呢 我们是不能下车 只是在车上 然后呢 每次有动物的时候呢 司机都会把这个车 停在那里一段时间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 我们也看到了狼 看到了熊 看到了老虎 这是我们在这个太原动物园的猛兽区 所看到的动物 这是来到了赫马馆 赫马呢 在这个安利过 没有下水今天 哇 它这里呢 是有好多的鹅 都是成群成群的 它这些鹅呢 还是挺漂亮的 在里面有的是非常的悠闲 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鳄鱼 它们是在睡觉吗 还有一只在这个水里 哇 它的龟都挺大 像石头一样 这里呢 也有 这些龟呢 现在是在里面 是非常的安静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太原动物园 它的地方呢 是十分的大 里面的管区 还有各种动物品种呢 也是非常多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是刚刚开放没几天 它有的地方 这个展区呢 还在这个 还在这个维护中 没有开 但是我们所看的动物的品种 开放呢 还是很多很多 好 这就是我们这次一个视频 我们下地方见